雷尾聊四季天天榮星 大家好是雷尾 今天來看敗戰亭人對上凶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迪丘 先來介紹一下敗戰亭人這個文明 敗戰亭這個文明特色是他的毛兵、槍兵還有駱駝 造價都是非常便宜的 而且他的敗戰亭聖騎兵是遊戲裡面騎兵打步兵最強大的文明 後勤科技點完之後也可以讓他增加擴散傷害的效果 打一整群的單位 敗戰亭人是非常強大的 敗戰亭人槍兵、弓兵、騎兵基本上都是能打 只有打騎士的時候會稍微弱一點 因為他沒有品種跟三級貢傷會差了一些些 打駱駝跟敗戰亭聖騎兵會比較適合 接下來介紹一下凶人 敗戰亭非常凶人 凶人的話他的開場是不需要蓋房子的 而且馬功帝王是帶有八折馬功 他的騎兵單位是正常的遊俠 打拉和騎兵寶兵單位是遠防比較高的寶兵單位 所以比較耐抗箭矢 適合拿去敵人家裡騷擾跟拆房子使用的 兵人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前期打經濟優勢的 因為他的經濟加成就只有不用蓋房子這個特性 雖然開局簡易擺木頭但不用蓋房子 但他也沒有其他的經濟加成 所以還是要多打一點強軍事去騷擾敵人 會更好一點 好那這邊看到 這邊紅色是道特 道特這邊是三人伐木 藍方是MBL 那MBL這邊是先拉了一條豬 三個人伐木 看起來也是一個博為正常的開局 那邊都是一個穩開穩龍 這邊有特殊的打法 左邊的石礦區 這個1750石頭 在左邊 主金的部分是在後方 所以這邊前期會稍微好過一點 但果子在這裡 這個果子會稍微難守一點 可能要這樣圍大一點才行 那這邊MBL也是果子在前面 主金在後方 兩邊都是一個黃金在前面 而且都有高地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果子是在高地就還好 還可以往下圍一點點 好MBL這邊是趕快吃這個豬肉 把這個豬肉吃一吃 把這個鹿也吃完 好兩個人伐木 拉了一個村民去蓋軍營 這個時候沒有補馬 沒有補模仿就是要按棒棒囉 點完封建時代 然後去按棒棒 好第一隻 好要按 跟它慢了一秒鐘 但沒有關係 要挖十個金礦嗎 去按三棒棒出來 好看起來沒有 決定兩隻棒棒出來 欸結果DOT這邊有動作啦 三隻村民 結果村民被這個爆追 MBL看到三隻村民走過來怎麼辦 雖然民兵要打贏村民很困難喔 因為村民 數量比較多 棒棒雖然攻擊力比村民還要高 好大MBL這邊也是拉了山村過來處理一下 你過來幹嘛呢 我有棒棒 你沒有棒棒 我兩部兵還沒有升級上去 看來是不會升了 黃金牛蛙 收掉殘血的 哎呀 刺頭在這個時候就會特別好用 收殘血的單位特好用 好本身體能點下來一擊伐木 這隻強兵差點戳到肉馬 好險好險 好 到時候這邊被擊殺了一隻村民 往回拉 沒有打算繼續前進了吧 好 兵人這邊點下了一擊伐木 好 右邊這裡直接圍死12個 好 這裡有非常多的村民在走動 六個 好看來前期 霸彈亭人還是要走回槍矛路線 他的槍矛路線在封建時代 是非常強大的 我們前幾天呢 Viper也有示範 霸彈亭槍矛 好現在有壓著自己有折扣優勢 趕快量產槍兵跟毛兵 對對方極大的壓力 但槍兵跟毛兵的騷擾能力 並不是這麼的優秀 打錯名要打非常久 好 這邊繼續攻擊 這個毛兵 可能要被收掉囉 沒有槍兵在防守 進到了TC裡 這邊轉出了射箭場 轉一些毛兵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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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造車這邊有大動作了 拉了五隻村過來蓋塔 兩邊都是第一時間起塔 好這邊直接滴出木牆 想要出去打架 好肉麻第一時間被收掉 登箭塔 好了 第一時間射掉了MBL的村民 那MBL的村民已經到了前方 開始拆除箭塔 後面有非常多的毛兵 在攻擊村民 村民半血左右就趕快往回拉 但好像會被射死喔 村民會被打倒 好 哎呀 MBL這邊死了三村啦 越死越多了 這隻村民會倒嗎 但是裡面村民被打破了出來 趕快修理這根箭塔 後面的毛兵趕快互相傷害一下 槍兵繼續戳村民嗎 那個槍兵感覺繼續戳會比較好 但是箭塔還是被拆除成功了 好奧特這邊是決定 所以繼續進攻 村民還在繼續敲牧場 MBL這邊要挖個石頭防守啊 還是要趕快先上城啊 這邊16片田 還要繼續按毛兵 升級的壓力會稍微大一些些 趕快拉個村民去蓋牧牆 再拖一點時間 好這邊繼續攻擊 好這邊繼續攻擊 好直接上大石牆 不演了 我就是要給你死磕到底 防守第一 先上10強就安心了 防禦極高血量也很多 在封建時代這個血量是非常可怕的 1000多滴血 近戰防禦8 就算叫刺口來打 也是一滴血 好但牧場這邊也是被快速拆除 看見你起大石牆 末武就往左邊打 這邊打的實在太快 好像來不止一 MBL直接選擇放棄 這邊石牆 最後還是被突破成功了 道德這邊的轉往旁邊作戰了 這個反應非常快 好這裡買了100石頭 建了一根新的劍塔 哇這裡又是殘血的村民 MBL被收掉了四村 這裡塔弓打得非常有壓制性 喔趕快收村 NICE 道德在第一時間把村民收入進去 好結果是道德這邊是升級了帝王 不是城堡時代 城堡時代補下之後馬上補了馬就 還補在他的瞭望塔的視野裡 直接蓋在你臉上跟你講說 欸我要馬抱你了 那班蘭亭的騎士沒有品種 稍微會弱一些些 好這邊高打第一 好MBL這邊是決定先暫時升城堡 但沒有大動作出現 好又棒棒拉了回來 來開始防守 但棒棒不知道去哪裡 好敲這些毛病很快 好採礦能力補下 直接倒彩 MBL加的殺死 OK 好這邊第一處打高地 哇沒有先打殘血的 後面這兩隻 刺猴有點無雙 好 趕快用村民第十一集火 洛瑪第一時間被點掉 好洛瑪血量升一點點跑掉 前方終能轉出了一隻洛瑪 看這些毛病 這個洞可以逼走 到補下的品種 現在MBL 還是處於 比較 有點優勢的狀況 因為道特這邊的 城鎮中心協制 來到了1分56秒 MBL只有34秒 所以村民數還是領先 雖然道特這麼努力擊殺村民 但是 卻還沒有拿到村民上的優勢 所以世界帝國 這個 斷村這件事情 是非常嚴重的 你只要移斷村 經濟就會跟對方差距很多 所以 被圖村民 也不要擔心 只要你村民沒斷的話 都還有機會可以逆轉 好 那巴南提人 這邊是轉了兩隻騎士之後 轉出了駱駝 最終還是要回歸到駱駝路線 好 這邊應對也很快 馬上下了修道院 馬上下修道院 趕快補100黃金出來 去按這個 生旅 趕快著想敵方 好 這裡有個洞喔 要不要補一個房子呢 喔 這邊劍塔 會被打到 現在MBL 這裡沒有中間為死 對方還是可以到處亂竄 好 想要直接守 是修道院嗎 沒有 沒有石頭 買了100石頭 繼續修亮光塔 這裡一直買賣 MBL經濟越來越糟糕 雖然村民處現在有領先 好 兩三隻騎士到了道德家裡 道德家是馬上防守了起來 居然是有意識到啊 MBL的騎士要過來了 好 一個修道院 好 結果自己的一隻騎士被招搶走了 好 這裡要趕快恩棍熱的僧侶 好 算 這隻槍兵稍微防守一下 高打第一反擊回去 好 現在沒有槍兵了 要撞TC嗎 走進去騎士會直接掃掉喔 好 MBL家裡一次繼續使用僧侶防守 沒有轉出其他的東西 也沒有挖石頭 看來要蓋寶的話也很難蓋了 好 這邊又招到了一隻駱駝 OK 當成帕魯大師 抓更多的帕魯了 哎呀 好 再繼續招翔 好 又招翔到了一隻 哎呀 這個MBL 招翔速度挺順利的 好 再繼續招 ECD好我就招 好 當然盜頭這邊也是展出了生旅 班人亭的生旅科技也是相當完善的 欸 但盜頭是不是忘記這裡有根箭塔啦 直接走到了箭塔的射程裡 還被射的滿臉都是 好 選擇往後側了 好 這隻村民有點跑得出來 好 再收進去 好 家裡的騎士好像都不見了 可能是被修道院的生旅給勸退了 好 下了二級伐木 一級農天 哇 MBL這邊偷偷轉彎往下開TC 因為他這裡不開TC的話 黃金大腿就要挖完了 甚至會有可能會被碰不住的情況 地方直接一個蓋寶 他這裡黃金一定守不住 所以他一定要轉彎一個新的黃金去 保住自己的黃金來源 那他的石頭呢 右邊有 但是沒有開挖 這一點是有點危險 這邊對方一蓋寶的話 勢必是蓋不起來 好 那蓋得起來 好 這邊生女著想了五隻 五個生女都進入CD時間 五隻駱駝瞬間納入手中 好 這邊還繼續用劍塔繼續輸出 這一波大戰 MBL似乎有點誤誤開 但道德這邊的駱駝還可以繼續補 這裡出來先招翔 好 招到了一隻寫多的 好 但是剩下的駱駝數量越繼續噴了出來 道德這邊繼續補駝駝 壓制了回去 道德這邊補了一個城堡 這跟城堡還快要蓋好了 哇 72% 這邊駱駝爭取到了非常多的石牽 但MBL沒有挖石頭的關係 隨著眼睜睜的看著對方把城堡給蓋起來 這真的可惜了 好 城堡起來 但還好MBL現在是雙TC 雙CPU運行 所以現在還不會到可以倒頭牆地步 趕快挖石頭會比較好 好 待會城堡可以補在TG這個位置 或是直接補在這個地方 稍微把它壓回去 好 後面再轉一些衝撤啊 可以點掉 好 但是現在以 拜登庭這個文明來說 道德應該是有 時代上的優勢的 所以MBL城堡 待會可能還是要找個遠一點的地方 去防守會比較好 好 但是道德這邊並沒有存資源噢 而是繼續出兵 那MBL這邊就去用生女防守 好 前程科技點下 右邊的石頭繼續挖 右邊的石頭繼續挖 好 生女走出來 召翔兩隻 打走 生女三隻趕快走 好 好 生女應該跑不掉了 好 最後生女能夠招翔到嗎 也可以 好 全部的生女都進入了CD時間 後面馬弓終於轉了出來 上了城堡是帶 兇人還是要打馬弓的 好 但馬弓在這個時間點 是影響力比較少的 因為數量還沒有成形起來 要等到成形起來之後 馬弓才會有壓制力噢 不然在這個時間點 騎士跟駱駝 還是比馬弓厲害一點 而且待會還有點二級射 彈道學 這隻東西要點 哇 這個成人中心快要被射掉的關係 剛剛聰明沒有辦法進駐 趕快把成人中心給修回來 哇 到時候這邊 MBL修到成人中心沒有木頭了 怎麼辦 聰明只能到處走來走去 現在很慌很慌 MBL這一波打得有點突破 斜流刀車這邊 駱駝一直往前送 進攻的力道非常強大 OK 這邊直接攻破了 MBL的農田跟城鎮中心了 應該是...守不住 喔 一步消光 好 再抓掉這隻駱駝 哎呀 全部搞定了 好 丟兵的駱駝 起嘴 有一個修道院嗎 好 直接轉完 道德加蓋跟城堡 MBL蓋寶被道德給發現 道德直接拉了非常多村民上來 就是一陣爆打 MBL村民已經被道德給反超了 道德這邊拉了非常多村民去扁村民 那一隻村民拉兩村去打 這樣村民就不能安全的去蓋城堡 而且血量都會越來越殘喔 OK MBL 這邊是沒有辦法把這根堡蓋起來了 這個就是在道德面前上沿道德堡 好 但有更多村民要來蓋囉 道德這邊要不要蓋石牆圍住呢 原地洗一根堡嗎 但這裡沒有辦法貼喔 這邊是MBL過來的地方 道德是不是出來慌了 有點來不及 哇 這邊硬蓋 MBL 能夠蓋起來嗎 全村的人都來了 這個是名不其始的村豆阿 好多村民阿 村民趕快扁 四十三隻 MBL能蓋好嗎 九七九八九九一百 哎呀 村民要不要繼續扁 繼續打嗎 欸 在這裡蓋 不對吧 不對吧 道德不對吧 在這邊蓋會被城堡射的 好 走了走了走了 這根堡蓋起來 稍微也讓道德受傷了一點點 但跟MBL的受傷程度比起來 真是不值得一提 MBL是已經快要沒呼吸的那種受傷阿 這個落頭差一點 殺掉這隻村民 好危險 好 那道德這邊是要趕快撒農田 好 先停下兵力喔 趕快升到帝王師代 轉出巨頭 開始都根 好 那這邊防守用毛兵 戰毛兵防守馬弓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MBL這邊要重回老路 三個馬就 繼續出馬弓 好像是喔 不是喔 四個射箭場 感覺射箭場是補了有點太多了喔 這麼多射箭場待會也沒那麼多資源喔 可以按多多馬弓出來 好 這裡趕快補這個馬弓 馬弓數量雖然很少 好 兵不多 好 這邊還有兩三隻村民過來 好 道德在面前又蓋了一根寶 好 直接連環寶炊 道德這一波進攻打得很兇啊 控制了大量的經濟地區 好 後方馬弓 阻止對手進來 開始射擊 還是駱駝 還是很有優勢的 但這邊高打低打駱駝很痛啊 好 數量上只有七隻駱駝 七隻馬弓 好 稍微拉打 這裡馬弓還在射村民啊 好麻煩 走吧 趕快再射掉 好麻煩 殘血駱駝 後面的兩隻僧駝 誰著想 趕快射掉 至第一 馬弓 OK NBL這邊細節真的不錯 把所有駱駝給射掉了 這邊田直接被道德給幹走 哇靠 直接在人家的承認中心底下開農 NBL這能忍嗎 這 這能忍嗎 直接嗑你的田 接管農田 就是這麼概念嗎 好 這邊馬弓被逼退回去了 好 這裡繼續射掉一些村民 好 這邊又射掉了一隻馬弓 後面的幾隻駱駝過來 好 左邊馬弓過來 看一下村民 看到 一隻 一隻 全部收掉 道德現在也是 Dunk TC 再農的 那NBL 還有機會反推回去嗎 這邊蓋藍爐劍塔 終於把這個農田給控制回來了 到了這邊 經濟已經點下帝王時代 待會可能會上演一波帝王勸退 這裡馬弓 稍稍沒有控好 被受到了一些T系的傷害 上方補了一個新的采礦地 這要打算繼續挖黃金 再會還是要轉巨頭 黃金是必須的 好 刀塔這邊補下了 耕種技術 跟一擊攻 稍微提升一下傷害力 讓駱駝跑得更快一點 現在NBL的馬弓數量 開始變多了 16隻 這個黃金礦也被接管回來 好 這裡用駱駝繁制馬弓回去 大公這邊要集結一下嗎 現在還有五秒鐘 就要來升到帝王時代了 升到帝王時代 趕快按巨型投資機 先拆除家裡的 中間這個城堡 好 待會也可以按一台 進行投資機 駱駝頭上去 對著馬弓一陣爆打 MBL 開始有機會了嗎 馬弓逐漸成型 好 雖然來到了16隻的馬弓了 有這麼多的馬弓 可以講那個字了吧 穩 好這裡換1 好這裡村民越來越少 道特的村民數還有46村 比NBL還多了15村 巨型投資機也開始被架了起來 下方城堡 正在攻城 這裡按兩隻打拉和騎兵 然後在裡面駐守 不知道道特有沒有發現呢 兩隻的話還不確定 可能要鑽到這個邊邊角角 躲掉城堡的傷害 才有機會了 好現在道特是繼續用巨型投資機工程當中 好兩隻打拉和騎兵 真的是鑽到了這個角落 這樣城堡就射不到了 但是有村民趕快來修理巨型投資機 巨型投資機拆解掉 但道特早就已經發現 趕快回打村民 但是一看到路頭過來趕快回城堡防守 道特這邊防守還是做得相當到位的 反應都非常快 好這邊城堡 繼續拆除這周圍的箭塔 直接攻擊產人 建築物 這些射箭廠可能都要被拆掉了 上面這個應該還好 還蠻極限的 道特這邊是繼續點下了三級馬鎧 讓駱鎚的坦度再大幅提升一點 叫耐抗箭矢 這樣變成遠防四點 那MBL這邊則是點下了彈道學 既然馬鎧一下是4滴血的傷害 三級馬鎧減下之後就是以下4滴血 就不會那麼痛 最後以下縮掉 好這裡趕快投射這些村民 全部收光 MBL村民術跟道特開始拉近了 但現在已經隔了一個帝王時代 待會半三級人還可以轉出火炮 好看一下這邊 這邊MBL怎麼拉打 還有機會嗎 如果首先有三級馬鎧 非常彈 MBL打出了聚聚 恭喜道特 這個城堡時代 直接蓋雙馬就在臉上 然後後面轉修道業城堡 這一個野軍的方式 直接手小MBL 那MBL後期的打法也算是蠻亮眼的 利用這個馬功的折扣 趕快去量產出來 給道特更大的壓力 他已經用他盡肯的方式去阻止道特了 但道特還是僵的還是老的啦 最後手下了MBL的鬼魔 這個城堡也是順利拿下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 經濟是由道特拿到了資源上的勝利 大約贏了大概五千的資源 軍事方面則是1.03的KD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各位 拜拜